在星期四的时候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按美元计价 8月份出口下滑了2.8% 而进口增长了1.5% 均好于7月份的水平 以及之前的预计 中国8月份按人民币计的出口的总值 则是同比上升了5.9% 好于上个月 而欧洲央行在星期四 公布了最新的会议的决议 维持现在的利需 以及购买的计划的不变 市场有所失望 欧元跟随出现了走强 而美国方面则是公布了 最新的上周出请失业金的人数 而现在美元的走势 是呈现了一定程度的走软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上涨到了1.1306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 下滩到了1.3320 美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则是下滑到了101.56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 是新西兰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下滩到了0.7435 整个走势还是呈现了牛市攀升的 相对强弱指标RSI的走势 也是向上的 未来如果比价是保持在 0.7415之上的话 以往能够首先达到0.75之后 上涨到0.753 如果比价下滑 并且跌破0.7415的话 就有可能会首先滑到到 0.739之后走软到0.735 再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在星期四是承压下滑的 黄金的价格现在下滩到了 每奥斯1348.80美元 经价的走势依然是有 牛市攀升的态势 如果能够稳固在 每奥斯1341美元之上的话 将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出现反弹 但是之前可能有所盘整 相对常说指标RSI缺乏向下的动力 如果现在的价格能够稳固在 每奥斯1341美元之上的话 将有机会能够反弹 再次上升到每奥斯1359美元之后 上涨到每奥斯1365美元 如果比价进一步的下滑 并且跌破每奥斯1341美元的话 牛可能会首先滑到每奥斯1335美元之后 走软到每奥斯1328.50美元 所以我再来关注一下 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了每奥斯19.89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追灵三筹 财经电视 欢迎继续锁定